本期我们来讲一个女作家,冰心 冰心原名谢婉迎 日本一般称之为谢冰心,即夏休心 这里要注意一点 日语中冰字一般写作一个点加一个水 但冰心是专有名词,所以保留了汉字原来的写法 左边还是两点水,小心不要写错 冰心出生于福建省的一个书香门第 从小就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之下学习诗文 13年时随父亲迁居北京 进入教会学校被买女中接受教育 1919年进入和女子大学学习 也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 刚开始他想当一名医生 但在五次运动的影响下转入文学系 一边创作文学作品一边搞学生运动 期间在《晨报》复刊上刊登了处女作《两个家庭》 21年又发表了小说《笑、超人》 在文坛上展露头角 并加入了由周作人、郑振夺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 努力实践为人生的宗旨 期间他还出版了诗集《繁星》、《春水》等等 1923年他前往美国留学 学成后回国成为燕京大学的教授 37年抗战爆发后 他转至昆明 在西南联大任教 解放后除智力创作之外 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先后在文联作协中任职 文革中冰心被打成造反派 下放到五四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一直到1971年才回到北京 文革结束后 他又担任文联副主席、作协顾问等职位 冰心还是比较长寿的 一直到1999年才过世 创作持续时间也比同年代的作家要长 分布也比较均匀 当然这期我们还是以介绍他早期作品为主 冰心最早是以问题小说正经文谈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问题小说指的是五四十七星起的一种小说类型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 问题小说就是论及人生猪问题的小说 而矛盾则进一步规定 问题小说就是以劳工问题、子女问题 以及伦理、宗教等问题为中心的小说 冰心作为女性作家 自然对女性问题更加关注 如1919年的《秋风秋雨仇煞人》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秋风秋雨仇煞人》最早出自清代诗人陶宗亮 五四前因为被女革命党秋锦引用而名声大噪 冰心这里用这个诗句作为标题 是为了呼应女主角英云 因为包办婚姻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和理想的悲惨命运 而童年的另外一部作品 《装红的子子》同样也关注了女性的教育问题 反映了男女在受教育权上的不平等 而最后的安息则是直接揭露和控诉同样习这一恶习的残酷 另外私人读憔悴和去国 虽然没有涉及女性问题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五四这一历史转换时期 青年学生的困境和痛苦 如果说1919年至20年之间 冰心的问题小说还都只是只问病员不开药方的话 那21年的超人大概可以算是他为这种种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 小说一开篇就说主人公和冰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 从来没有人见他和什么人有过来往 甚至但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喜欢 而在房东陈姥姥和楼下生病的小孩陆儿的影响下 他想起了自己慈爱的母亲 意识到了母爱的伟大 为自己过去的冷漠和虚无思想而忏悔 这篇小说标题中的超人 指的其实就是尼采的超人哲学 而和冰被母爱感动 放弃自私冷酷的人生态度 也就是用爱的哲学 战胜了尼采超人式的正式哲学 这个药方影响了冰心创作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的反闷、悟 也都是用亲子之爱驱散烦恼、化解精神危机 并将爱的哲学宣扬到神圣无边的程度 一般认为 冰心的爱的哲学主要是受基督教不爱思想 泰格尔宗教哲学影响而形成的 而说到冰心最著名的作品 大概就要数被无数次收录进教科书中的技巧读者 其实技巧读者一共有三部 每部包含二十多篇 且都是用书信或者说是用通讯的形式写成的 第一部写于1923年至26年之间 即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一共二十九篇 主要记录旅途的风光、海外译文 同时抒发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 第二部写于1958年 大约近时期 一共二十篇 一方面回顾三十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迁 一方面记录了他在国内外考察访问时的一些见闻 第三部写于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 主要是号召孩子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努力学习 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打好基础 虽然在主题思想、政治话语的比重上相去甚远 但书信体的体材和亲切自然的文体 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受到了青少年群体的喜爱 可以说纪小读者系列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说到文体就不得不说说冰心体 所谓的冰心体指的就是冰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确立的一种文体 它以口语也就是白话文为底子 将古典文学中的词彰、词汇融入其中 并结合西方语言的特点 使之更加精炼、典雅、变成一种文学语言 简单说就是做到了白话文言化和中文西文化 其结果就是使冰心的作品 尤其是散文和诗歌都极为优美 句式上错路有致、长短相间 还比对剧穿插适当、富有音乐性 还灵活运用形容词的叠词形式 显得更加率真、活泼 冰心的这一文体被广泛地模仿 成为五四十的一种风潮 对白话文文学乃至现代汉语的形成 都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而从这一点来看 比起作品本身 冰心体倒可以算是冰心在文学创作上最大的成就